三支区恒山国小位于相当深远的山上 而小朋友在上下课时不仅是要长途跋涉 由于学校的位置坐落于三坡上 而面对校门口的马路正是一道下坡 加上只有两线道提供车辆双向通行 因此每一次接驳学生的公车 都只能停在校门口对面的马路旁 不仅是让学生穿越马路 一旁又没有护栏 不管是对于行人还是车辆都相当危险 小朋友放学的时候 我们的公车是停在斜坡上面 斜坡上面的话 小朋友要上下车的话是比较危险 他必须要穿越马路 而且他是停在斜坡上面 小朋友可以走的腹地是比较小的 我们透过家长会跟学校的共同 所做成的决议 我们就去申请说 是不是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做一个交通的改善 将校门口的腹地变大以后 让游览车能够直接停到学校这边来 在学校这个比较平坦的这个平面上面 让学童安全的上下车 校长表示校门口前的马路是一个大斜坡 除了上下课的时间 家长接送的车辆相当多之外 公车只要停下来 就占用到了一个车道 因此也希望透过申请向教育局提出 将校门口拓宽 好让接送学生的公车 能够进到校门口里面来接送学生 公车进来大台的嘛 进来这边 然后他还要在马路进来 那对于说下来的车辆跟上去的车辆 其实他还适合造成一定的影响 经由改善校门口 而让公车可以行驶到校园 校门口进来 那上下课可以解决这个交通安全的问题 那这方面是这个非常局需的 不要说因为 不要说这个没有发生事情就没有危险 那万一如果我们小朋友发生意外 发生危险的时候 再来追究责任 再来改善 那这个已经为时已晚 虽然教育局在日前的会刊当中表示 目前还不确定能不能够 施作校门口的拓宽工程 但是学校的需求 仍然会尽全力去办理 而预言服务处也希望能够尽快的拓宽校门 让上下课时的交通更加的顺畅与安全 记者是软艺三支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